然番剧场!然番啦! 百余米的距离 他只用了几步就已经接近了 他的身影在这时狠狠地撞入了木质建筑内 虽说是木质建筑 但打造木屋用的材料都是雨林中的灵性材料 硬度并不比普通的钢铁地呀 但在风起绝强的肉体强度面前依旧是不堪一击 进入木屋呈现在他眼前的是 整齐摆放的大量祭祀器皿 许多器皿上还残留着鲜血痕迹 难闻的气味充斥着鼻腔 除了祭祀器皿之外 房间内还悬挂着大量野兽头颅标本 它们就像是战利品 成为了这间祭祀建筑的装饰 每颗野兽头颅的额头 还刻画着不同勇士的印记 似乎是用不同的专属印记 来分辨狩猎他们的勇士身份 可见每一头野兽的来历都不凡 能被当成荣耀悬挂于此 目光扫尸一圈之后 他锁定了不远处的神像 神像约莫半米高 是用玉石雕刻而成 仔细看倒是与类人首领 有些许的相似 但是面部轮廓 雕刻的不是很清晰 不需要旁白提醒 他能肯定这座雕像 就是他此行的目的 他在这时上前一步 将神像抱起 神像虽说只有半米高 但是打造用的玉石 密度很高 十分的沉重 但在血缘形态下的风起面前 神像的重量根本就不够看 不需要蓄力发誓 他很轻松地就扛起了玉石神像 转身间 他看到了大量类人战士 已经围住了去路 心中计算了一下 血缘剩余的时间 他决定在离去之前 和这些类人战士好好玩 他现在多杀一个 未来人类探索黑卷领域场的时候 危险就少一分 猎杀类人战士 他心中没有丝毫的负担 身形在这时踏前 他就像是一头蛮牛 撞入类人战士群中 挥动的左手就像是死神镰刀 每一巴掌拍出 都会将附近一名类人战士 拍得身形横飞 口吐鲜血而亡 绝对的力量面前 进攻才是最好的防守 就这般以极其暴力的方式 风旗一路横推 从祭祀建筑 硬生生地杀至 类人族的门口 然后纵身离去 只给类人战士们 留下了一个远去的 血色背影 往后 这个身影还时常会出现在 他们的梦境中 地狱火焰 血色身影 争吟面容 无可匹敌的力量 这道身影就此成了 类人战士心中的阴霾 身形快速穿梭于雨林之中 趁着血缘状态还未消散 他开始奋力狂奔 这期间旁白指路 他朝着最初登岛的海岸前进 血缘形态在四分钟之后消散 他变为了战体形态 但风气没有停下 沿途路上 他砍了些藤万将神像缠绕岩石之后 束缚在后背 然后将背包放置于胸前 将双手腾出 做好了应对沿途可能出现的危机 终于在数小时之后 他听到了海浪拍塔沙滩的花花声响 拨开阻挡视线的茂密叶片 眼前是熟悉的沙滩场景 来到沙滩前 海风拂面 抬头天空碧来 正如他此时的心情 这次夺取七级守环的过程 虽然有些小曲折 但总体十分的顺利 最主要的是 他没想到现阶段的 类人首领的实力 远不如牺牲现实 被他轻易地杀死了 甚至都没能施展出 当初让迷雾之主都为之 头疼的死亡诅咒 即使施展了你也不怕 毕竟你有磨灭能力 自魂加持 大部分伤害都会被你豁免 风琪咧嘴一笑 这也正是他赶独自前来的原因之一 紫魂护体 任何能量形式的攻击 都会被大幅度地削弱 再加上他强大的自我恢复能力 死亡诅咒就是个地理 站在海岸边休息片刻 他背着神像蹚入了水中 海浪起伏拍打着身体 他朝着大海的方向 一步步地伸入 直至身体被海水完全地覆盖 背着沉重的神像游泳 游泳的速度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但神像十分地重要 他自然是不会放弃了 游了一段距离之后 正如风琪所预料的 他很快就遭受到了海兽的袭击 这些海兽像极了未来梦境中的 无脑领域生物 根本就不会判断敌我强弱 只要认定对方是猎物 就会展开无脑的进攻 获得水浮能力之后 他在水下行动的效率 获得了大幅度的提升 但携带神像战斗十分地不便 还要保护好神像 不被海兽撕咬 一路战斗前进 耗费了来时三倍的时间 他才来到了黑绝领域场的屏障前 轻微的阻力过后 他穿过黑色屏障 来到了外界 到了外界 除了领域超脱生物之外 他就不需要再面对 成群海兽的袭扰 他在这时打开防水 防火 防撞的特质背包 从中取出了 板砖那么厚的联络器 拨通了新红研究院的电话 接电话的不是雨薇 他在电话中 报了一声平安 说明任务已经完成之后 便挂掉了电话 接下来他从背包中 取出了导航系统 导航系统是一块 巴掌大的屏幕 开启之后就能进行精准定位 除了那些被不同规则干扰的领域场外 无论身处何处都不会迷失方向 短暂等待之后 屏幕亮起 他的坐标位置浮现在了屏幕上 切换至人体形态触碰屏幕 将定位地图缩放之后 他确定了东部几区港口的位置 将东西放回背包之后 他开始奋力地游泳 受到了神像重力的影响 他游动的速度比来势慢了许多 终于在两天半之后 他游回了码头 上岸之后 他先是背着神像回了一趟酒店房间 放下神像之后洗了澡 换了身衣服 然后紧直来到了改造船租赁单位 改造船的沉默他需要负责的 与工作人员说明了情况之后 他联系了星红研究院 就他身上那点存款 用于改造船的赔偿 显然是不现实的 他更不可能按照庞白所说的 刷碗还债 这方面还得是星红研究院出马 对于星红研究院来说 一艘改造船的钱 无足轻重 集中了一座城市资源的研究院 每天消耗的各种灵财 以及其他的资源支出 都是个天文数字 一只改造船的钱 甚至还不够星红餐厅一天的支出呢 花费了半个小时办理手续之后 星红研究院那边通过转账 付清了赔偿款 回到酒店之后 他去了一趟餐厅 有了两天半的时间 这两天他都没有进食 再加上高强度的运动 他现在感到鸡肠碌碌 只想在离去之前大吃一顿 来到酒店的餐厅 他点了满满一餐桌的海鲜 普通海鲜虽然没有海瘦的肉质细腻 美味 但在饥饿时食用也是一种享受啊 八种蘸料在桌前整齐地排开 他开始了饕铁进食 吃相什么的呀 他从来都不在乎 附近的食客也只是吃惊于他的食量 但在吃相上也没好上多少 待在前县补给区的 除了工作人员 普遍都是前县战士 常年在外的他们时常风餐露宿 尤其是身处领域场内 最重要的就是吃得快 不能浪费太多时间在吃上面 许多战士都养成了快速进食的习惯 吃完海鲜大餐买单之后 他回到了房间 然后他一头猜倒在了绵软的床上 也不盖被子 几个呼吸间就陷入了沉睡 不知过了多久 当封其再度醒来 窗外的天色已暗 从床上起身来到了沙发边 他取出了背包中的联络器 拨通了星红研究院的号码 等待片刻之后 是星红研究院的工作人员接的电话 说明准备返回之后 星红研究院那边当即表示 这就派起专机前来接应 放下联络器 封其坐在沙发上陷入了沉思 距离星红研究院的专机到来 还需要时间呢 他开始思考 接下来该去做什么呢 他在这时将目光 投向了雷仁族首领的神像 接下来